掌声有请亚洲最受欢迎 最具偶像气质的实力主持天团 天天兄弟 大家好 现场各位服装特别统一 情绪特别统一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湖南瑞士娱乐拖拖的节目 特不天天向上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特别的高兴 可以跟这么多朋友一起来到 天天向上这样的一个舞台 是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考虑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天天向上到目前已经有 六年 六年 六年时间了 韩哥 我特不想问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们五个人 六个人一直依偎在你的身体 对啊 为什么我呢 我先讲一下我的原因好了 为什么 我当年来到湖南卫视的时候 那时候 湖南卫视的领导就跟我说 哎 欧蒂亚 你想跟哪一位大哥 什么的哪位大哥 有这么问过你吗 我当时湖南卫视的领导肯定不会这样跟你说话 啊 没有 啊 没有 豪蒂亚 你想跟哪跟哪有特定的知识 对对对对对 我说话 你怎么说呢 嗯 小汪还行啊 啊 你当时做的 对 当时我的确年龄比较小 刚十几岁 感谢 那时候也三十多了 是 其实我们真的都在问自己 我觉得 呃 但凡你在反思的时候 人就有了进步的空间 对 人大量进步的空间 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反思 乖你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你们几个呢 为什么呢 台里其实一直都想换 对 为什么 那为什么没换啊 韩哥 有这样的 那是因为关注喜欢你们 对不对 对 对 没有办法 衣食父母 那你给衣食父母做个一吧 爹 妈 身体可安康 没有 今天妈来的比较多 对对 爹都在大脑等着呢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真正属于我们的机会只有一次 是 就是我们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那是上天唯一给我们的一次机会 而且国外的这个艺术大师 Andy Warhol也说过一句话 全球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名 在短短的六分钟以内 哎呦 就是那短短的六分钟 就短短的六分钟 有可能是一段话 是 有可能是一支舞 也有可能是一首歌 没错 机会是留给有把握的人 是的 其实我们这次机会把握住了之后呢 接下来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的自律 靠自己不懈地对这个舞台的爱 给我们注入无限的力量 是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请到的这一位 正是对这个舞台充满着爱 然后他也是无限的自律 潘哥 我真的觉得无上的光荣 为什么 在此时时刻我想起一个人 对 那个人就是曹植 曹植 曹植七步成师是吧 他七步成师 现在就算给我七百步 我只能逃离那个演播厅 别背了 背都没背熟啊 这已经成为我们脑海中的一段记忆 其实我们一样说到这位嘉宾跟我的缘分 应该算是非常非常的深 没有 我真的是看着他在这个舞台上一点点成长起来 对 你算是接生活 十年 如果真的这么说的话 对 我跟老何真算是 真的 他们这一批孩子的接生活 而且还是你捡的期待 这就记不清是我捡的还是他捡的了 这位嘉宾在所有人的心目当中 他是幸运儿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幸运儿对他来形容 甚至是有一点点弱了 对 他真的是幸运 还是他真的是很努力 对 我相信最开始是幸运 然后现在是很努力 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 在不断地蜕变 蜕变成非常非常完美的样子 呈现在大家面前 接下来我要提醒大家 他上场有可能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会尖叫 对 但是我希望你们把所有的尖叫集中在这一刻 我们用热烈掌声完全的释放 尤其 李宇诚 我那个情人 我那个情人 赞金 赞金 金黄灯 金黄灯 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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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灯 金黄灯 摩擦摩擦 要魔鬼的步伐 哇 这唱什么歌 哭哭 哇 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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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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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位置了 啊 还一把椅子 赶快还有一把椅子拿上来 可以 他可我喜欢你死了 喜欢死你了 滚了 喜欢你死了 我喜欢死你了 奥迪亚觉得太调皮 那边嘛 有椅子啦 好可爱 你好深 谢谢 谢谢豆姐 对嘛 好可爱 所以就看得出来 一个人的演艺成就 跟他坐的椅子有相关的 蛍 歹 尼产 奥迪亚 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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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要吃了就要吃了 我来一点 好过的吧 现在不用心的人退步 只受到全部 那一件事 空白是很像的罐 音樂裡面是一直都唱的 用愛和溫馨彎彎彎附 像忘了人的路上小舞 那眼星 說什麼人的策略 就誅定孤獨 一今生就落後 一懷念就落後 孤孤的快活 容不下多餘的難助 一人拯救太熟 人生孤孤在乎 孤孤的幸福 屬於熱情的決鬥 借同感入了? 一ência六萬人之中 還在乎 還有一世 放謀虐… 掌聲… orus… 好棒喔 你的痴狂加了速度 不再眼睛就要清楚 分分開 只長遠路的行為 你不說 只要暖身緊張的球 如新 狂狂 這別用心 就沒有保護 一切身就有俘 雲幻夜就落入 孤狂的快樂 都不下都不願意安住 一人真就沒輸 你卻不在乎 孤狂的幸福屬 你而盡人卻多無讀 一切身就有俘 孤狂的快樂 都不下都不願意安住 好笑 孤狂的幸福屬 忘記分析 跟著和你 你來不想 你去看 你去看 那你去看 你來不想 你去看 好笑 你去看 我去看 什麼 我去看 飞飞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来来 我们到中间来 这边 对对对 你要知道你们在跳舞的时候 春春在跳舞的时候 其实我平常见到春春她 不是叫春春 叫什么 叫 我会用四川话叫 叫什么 叫美眉 美眉 因为就是四川重庆人 就是家里最小的这个女孩 最亲近的 基本上都叫 就家人会叫美眉 都叫美眉 好多个女孩一直都会这么叫她 刚才我们几个人在看你表演的时候 一直在聊 一直都在议论 最后议论得出一个结果 我觉得是欧帝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准确 就是三十年会出一个巨星 你就是那一个 完美的作品 完美的 而且就是你在舞台上那种自如的程度 对 我刚刚看到的第一直觉 我说 他那种自若的这种神态 就是 甚至是会跳舞 很会很会跳舞的人 可能在你旁边都显得刻意 都会显得很刻意 你就那么轻松 那么放松 你看 我们都准备了 这么多的这个意美之词 但是你出道 春春的出道到今年是第十个年头 对 第十个年头 而且天天相当到现在为止六年 一直都在邀约你 然后你看 第一次 第一次 真的 你都不来 为什么不来 为什么不来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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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 其实我就是 比较少参加综艺节目 然后 因为我的性格比较慢热 是是是 因为综艺节目的节奏都比较快 我怕我的这个慢 第一个问题一直延续到 节目都快结束还没大事 那我们就说的慢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我们要解释一下 是这样 是和我 身为制片人解释一下 我们是这样吧 我们为了春春 我们把这期节目改成特部艺术人生吧 所以那个 适合那个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 我在这里特别想说一句 每一个想请春春 去上节目的导演 都特别希望 能够展现出不一样的李宇春 但是一期节目 怎么可能展现出一个不一样的人 对 我想真正的不一样的李宇春 是所有的玉米 通过这十年的井井相随 才能够感受得到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都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能够让春春更加放松一点 对 然后跟大家能够更加亲密无间一点 对 随便聊嘛 随便聊 多聊一点 对 但是说实话 这个我挺骄傲的 就是之所以上这个节目 包括之所以上大的 也是因为跟老何的感情 对 然后上天天向上 我想更多的应该也是跟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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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把你这十年取得的一些成绩 报告一下 嗯 总结了一下 总结一下 特殊的 特殊的方式 方式来 你从来没有听过 表达一下 来 来 来 干嘛呀 准备 上东西 上上上 你以前绝对没有听过这样的方式来总结你的成绩 很难见 特殊的 对 他在那个 他他见过的场面很多 但是这种场面有可能没见过 对 好 我们去取我们的乐器 我们有一种 我们有乐器 比较是音乐人方法 对 对 其实春春这这么多年来取得的 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大 真的 而我们当时是应该是第二年就去法国 开启了这个中法文化年的那个敲钟仪式 伦敦 伦敦 在伦敦 中英文化年的敲钟仪式 当时我们就觉得 我天哪 怎么可能从我们身边能够走出这样的人 时代周刊两次封面 你当时受到邀威的时候 你会不会自己也觉得 其实我当时 其实我当时有点 对 因为就是 05年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人生上面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折 对 然后当时 其实也没有想到说 这个比赛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 当时只是 因为是 然后 不要抢心 当那么多热情的观众 涌上来的时候 其实真的有一点点磨 有抢心 所以 当时在第一次去伦敦 举行那个敲钟仪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凌晕的 敲完了都晕晕的 对 就是晕晕的去的 晕晕的回来的 晕晕的敲的 飘飘的 那接下来就让你晕晕的听一下我们对你的总结 对 这是我们的乐器 从来没见过 准备了 别的咱不夸 今天不跟您说狗狗狸爆发 咱要说点儿呢 咱要说点儿呢 不如说说我旁边站着这个卡 他叫李一春 让个狠迷人 唱歌唱得好 这个子还听到 别的歌手跟他比 正本比不了 他拿奖度老少 可个性不搞掉 选秀节目已十年 他才是骄傲 您要觉得我是我的对 请大声见将 好好好 这个厉害了吧 好 这个我觉得呀 到时候把它录下来 录下来 录下来录下来 就说你只是当铃声嘛 然后还能把它放在专辑里嘛 放在专辑里嘛 放在专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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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起床的到中 这么多年拿了这么多奖 哪个奖是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开心的 观众的夸奖 应该是观众的夸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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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你慢热 你热得比我们快多了 没有 跟运你是已经慢热到无形十年 有观众的夸奖 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 观众的夸奖都是最重要的 就像我在今一节说的一样 就是观众的鼓掌 才是我们肩膀上能够扛下的最好的勋章 在决主2013年有一个大的奖项 是全球最佳艺人奖 当时击败了那么多的人 Justin Bieber 你当时能够想象到能够打开 不能收斗 你人就是也是晕晕的受到邀请 晕晕的拿了奖 还晕晕的击败这些人 但是好像当时国内好像并没有什么大肆的这个报道 是为什么之前 这个奖项其实应该说是比较紧张的一个一个角逐 首先是他的这个候选人名单 就非常的强劲 太强大了 而且他是一轮一轮这样子来就是角逐的 这个对你来说不可怕 因为快乐女生我们当时也是一轮一轮 超级 超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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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首先是在中国地区 然后在这个亚洲地区 最后才在这个世界 全球范围之间 所以我当时去阿姆斯特丹的时候 是完全不知道 这个奖项到底是不是可以得到 你们当时是不是真的就像 包括像金钟奖啊 什么都是坐在下面都不知道 一排一人坐在下面 然后就很紧张的表情 然后那个还没有崩布之前 要先跟旁边的很虚招呼 先恭喜你 你也有可能 笑得那么假吗 没有 他不会啦 你们真的也会 其实也会 就是说 也会吗 你那时候旁边做的是 水果姐 我那时候旁边有很多 水果姐 我那时候旁边有很多 也有韩国的组合 EXO 很多很多 有跟他们握手吗 有 有 我们有打招呼 这样子 也是 要不要笑纯静 我们有当时的那个VCR 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真的 我给你 好像吗 是不是 我可以 我可以 好吧 我是帅哥 他本质 橙 姐 谢谢 塞到我一下 等一下 我自己搬起 我自己搬起 EMA for the best worldwide goes to Chris Lee mainland Taiwan 台湾 台湾 沒有背影怎麼起天堂 還有什麼用最不修呢 錯過的你都不會再有 別吵架他們好 謝謝 謝謝MTV 我跟他提他 小虎在笑 謝謝 大家喜歡中國音樂 享受夜晚 享受音樂 我愛你 謝謝 謝謝 那個獎設計得不好 對啊 怎麼抖成那樣 彈黃獎 真的耶 彈黃獎 對啊 路的人就好像很緊張一樣 對啊 搞得好像對不對 對啊 是不是很冤 站在上面頭獎的時候 真的有一點就是 腦袋一片空白的感覺 我特別擔心 我特別擔心 我特別擔心春春在那一刻 說獲獎改年的時候 像娜娜一樣 明明是新年快樂 說成一個Happy Birthday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就是當宣布的時候 然後你 在當時的感覺 什麼感覺 因為我們都沒有這樣的經驗 對啊 講太大了 因為全場的氣氛是很熱烈的 然後那個頒獎的嘉賓 他其實聲音沒有很大 所以其實 第一下聽到的時候 有點不敢相信 直到那個音樂 就再不通常我們 就老人的音樂響起的時候 我在看 我才敢確定說 喔 是我拿獎 然後我就 就很興奮的站起來 旁邊那個人好像比你更興奮 對啊 對啊 那時候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上去了 我自己其實不知道 我自己講了一些 什麼亂七八糟的 一片空白 然後突然在那個 在那個 很多很多人當中 突然看到有一個 就是春自排的一個 一個粉絲 然後我當時就 心裡面好安心 好開心的感覺 有我的人在 對啊 有我的人在 就很開心 然後相當揮手一樣 就是 你現在是不管到哪裡 都有你的人在啊 街機啊 或者是 住酒店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05年的時候一起出去演個出 我們在武漢還是在哪裡 晚上大概 是在武漢還是在哪裡啊 晚上演出 我們住在一個酒店 從晚上演完出 大概9點多鐘開始 就是可愛的玉米們 大概就是定了10的 分波 分波 半個小時一波 在下面 李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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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個小時之後 又來一波 李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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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喊半小時嗓子受不了 結果不是來個和聲嗎 而且在台灣也是啊 哇塞 家家屋都有貼 對啊 過年的時候 過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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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春蓮 我以為都是他的粉絲 說明春很重要 很重要 太重要 你跟他們之間 會不會就沒有那麼 就是讓你會覺得 哎呀不要太鬧 會不會有的這種感覺 別鬧 現在沒有說像 去某一個地方演出 半個小時這樣子的 一個頻率 但是就是 像在機場 還是會跟大家見面這樣子 就是一個比較親近 對 最開始那幾年 我們就不敢相信 就是我們後來酒店走了 不敢相信 完全不敢相信 這算是